你自认带了一个受伤的人 就能打赢了我们 你想怎样 冤冥 神证 鹰野王大义猎青要杀了猪尔 还打伤了出言求情的张无忌 谁知轻易扶王为一笑突然现身 利用绝顶轻功炉走猪尔 要吸了猪尔的鲜血压制寒毒 鹰野王刀子嘴斗腐心 不过是在吓唬猪尔 哪能真的放任猪尔不管 连忙施展轻功追了上去 可惜唯一笑的轻功实在太高 鹰野王根本难以望其向北 张无忌年纪轻轻有如此深厚的内功 让鹰野王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张无忌同样看出端倪 认为鹰野王还是关心猪尔的安慰 否则也不会一路追胆至此 鹰野王还想预盖迷章 声称唯一笑当面劫走猪尔 实在是没将他放在眼里 突然号角声响起 鹰野王听出是天鹰教的求救信号 顾不得和张无忌解释 立刻施展轻功赶了回去 张无忌担心唯一笑会吸了猪尔的鲜血 根据地面上留下的脚印 继续追赶起了唯一笑 唯一笑休息 我不休息 他睡觉 我不睡觉 我就不信 追不上他 一展查时间后 鹰野王赶回天鹰教驻地 发现带来的天鹰教人马尽数战死 仅剩下唐主白龟兽苦苦之称 鹰野王及时相救 与打伤白龟兽的扎牙赌交起手来 扎牙赌不是鹰野王的对手 被一件划破衣服落入下风 鹰野王扶起重伤的白龟兽 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龟兽还未答话 始作俑者赵敏盖人现身 他自称来自正气帮 专门对赴明教这等邪魔外道 鹰野王行走江湖数十年 根本没有听过正气帮的名号 一眼看出赵敏是在胡说八道 玄冥二老不讲武德 用玄冥神掌打伤了鹰野王 这是赵敏的又一计谋 他要鹰野王去找杨霄 杨霄若是替鹰野王疗伤 必定会损耗大量争气 到时候面对六大派的高手定然乏力 更可以激起鸣教的斗志 到时候与六大派两败俱伤 他们才可以坐收鱼翁之力 画面来到一线霞 六大门派的高手齐聚一堂 商量如何攻打光明顶 会员霹雳守城鲲化申元甄和尚 代表少林寺出席会议 他对光明顶无比熟悉 说出有七颠十三牙一手难攻 照元甄大师这么说 我们根本就上不了光明顶 是啊 要硬攻就白白送死哦 就算是铜墙铁壁 他也有不攻自破的死角啊 成坤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从身上拿出了光明顶的地图 说出了他攻打光明顶的计划 再看白眉英王英天正 带着后续人马前来支援 发现了大量天鹰教弟子的尸体 不由地担心起了鹰野王的安危 看得出是谁的手法吧 属下愚昧 暴力堂主前面发现线索 什么线索 发现有九一 画面一转 身中玄冥神长的白龟兽 正在替鹰野王运功逼毒 确实没有一点效果 鹰野王感叹玄冥神长果然厉害 他已经运起全身功力 可还是无法阻挡寒毒攻心 而由于玄冥二老重点照顾鹰野王 白龟兽反而受伤较轻 鹰野王未免万一嘱咐起了白龟兽 若是他没能度过此劫 一定要帮他找回女儿英黎 一定要赵道 链野 妖孽呢 他们全都跑了 报重了玄冥神长 鹤冰翁 鹿藏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